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 看来好像其实从我们表面的金额来看 跟我们平均到每一个民众的身上其实是不对等的 那我今天其实最重要的是 老实讲 呃 担任 我有这样子的一个供逢盛事 担任将近八个月的区长 那也参与过 第一次的区公所的 新北市政府区公所的预算的审查 在议会的时候 其实那个时候呢 事实上我觉得蛮无力感的 呃 因为普遍啊 我想这个现象其实我多说 其实部长都清楚 啊 比如说以板桥来讲 将近五十六万的人口 如果加上流动人口 其实每天出出入入 大概可能有六七十亿的人在 六七十万的人在板桥这边出入啊 那过去呢 当然民众会认为说啊 软硬建设啊 社会福利啊 服务效能来讲的话 也许呢 比台北市来讲是不如 很多人就有明显的这样讲 但是起码呢 他有长足的进步 啊 对于民众的有这样的一个设想 但是呢 现在呢 升格了之后啊 呃 基本上啊 民众会认为说 过去呢 是二十九个乡镇公所 平复不均 现在大家有一个共同的一个观感就是 二十九个区公所 均平 全部都变情 就散起来 其实 我自己过去担任地方的首长 我很清楚 其实钱啊 很多人都在经费上面 在那边斟酌 在那边争取 可是就我个人执政的经验 我会个人会认为说 其实最主要是权力你下不下放 才是一个很重要的责任 现在我们区公所 跟 比如说现在我发现 我到了立法院来 本来以为说啊 直辖市升格了啊 或者我到中央来 应该对地方有一些抑注 可是跟几个部会在那边啊 有一些事件 大家在讨论的时候发现 中央对于这几个直辖市是越来越无力 然后呢 民众呢 对于直辖市政府升格之后呢 是越来越无感 那区公所呢 是越来越无能 我想在这样的情况下 我们这样的一个升格 到底是不是一个错误 我想部长您 基本上您也在台北县政府经历过那一段 是 嗯 我想这个错不错误 这个已经没什么可以谈了 已经升格了 回不去了 已经升格了 所以无所谓错误不错误了 我是觉得当然刚刚委员讲的都是事实 区公所从一个原来是一个自治单位变成不是一个自治单位 他的权 他的人 他的经费 最简单的这个清洁队 都已经不在区长的手里了 所以过去会很立即的反应 现在反应的速度就会慢 您知道吗 部长在审那个预算的期间 我们很痛心 就议会里头我们不是批评 而这是 这就是一个事实 有议员居然说 你们清洁队的队员 干嘛要早上工作下午工作 那你们其他的时间没做事 应该就再把他们发配到所有的公园去扫地 所有的地方去做 就八个小时一定就要拿着扫把在做事 这才是议员的监督 其实这个地方 我想我们自己 自己划过家都知道应该不是这样 这个是其实清洁队员很辛苦 对 我想这一块真的是 所以我想在审那个预算的时候 我们是平平摇头 那我想在这一块 当然这都是存在一个不合理 甚至很不合理的状况 所以我们会请各个直辖市政府跟每个区的区长好好谈一谈 至于说未来区要怎么定位 他要怎么样功能 怎么样分工 我们会很记住 你觉得直辖市政府尤其现在有议会的强力监督 他会希望把这样的一个决定权再交回中央让你们来帮他立法修法吗 当然我们必须要跟各直辖市政府来谈 然后我们也会请像我们跟新北的区长都谈过了 所以委员讲的问题我们都很清楚 不是问题这些区长基本上他们应该都是我们的高级公务人员 最少是九指等跟十指等 甚至于有十一指等的 可是我们发现他们换了位置之后就完全都做不出事情来了 因为他们是事务官 不像过去委员是选出来的 所以他的对问题的态度是不太一样 我想所以我刚刚我要特别讲的是说 就是您讲的就是一个态度 其实难道事务官就不能够好好做事吗 也可以啦 只是说我这东西是需要沟通 所以基本上他既然是一个九指等十指等 甚至于十一指等的事务官 他应该在公务体系当中的训练是非常完整的 而且应该是最好用的 但是他对一般民众的需求是陌生的 我觉得不是陌生耶 我觉得真的就是给我们普遍的感觉到是说 他根本不想去碰 他根本不想去理解 我都在想如果我今天 就像说当初我是一个局长的时候 我很清楚我是一个几乎就是一个内公务人员的身份的时候 我真的还是努力的做 虽然我最常被叫到议会去念 但是我觉得这个就是你对民众的负责 所以我想今天这个我们不讲空话啦 基本上我要讲的是 不要讲直辖市五都 应该我们来认认真正的面对这升格的四都 这四都里头其实他有很多人文上 有很多地形地貌上各方面的不同 没错 那我们怎么样能够让这些直辖市能够去体认他们的发展是有可以发展着不同的模式出来的 最重要的是我们最重要的一个集中点应该是让国家增加这样的一个竞争力嘛 增加他的体质嘛 可是现在看来是每一个反而是疲累累 那在这样的情况下我真的蛮担忧的就是 现在每一个直辖市的议会都很强势 因为他们实在不是很清楚到底他们能做什么 是 那怎么办 这个过渡期我们我们可不可以把因为因为内政部的一个一个业务的一个 呃辅导也好指导也好 让他们能够把这个黑暗期更更快速的更快速的离开 那除了对于区公所这一块啊 我我如果印象记得没有错 当初公库的部分应该回去到新北市政府将近有九十六七亿 账面上大概七亿多啦 是 可是光光这个部分啊 现在回归到区公所的部分 其实就我的了解 现在的区公所比较 那个时候的区公所其实经费上是多很多了 可是问题就是那个态度的问题 怎么办 我想我五月十五号 我会亲自主持一个会议 我们会把这个自家市这些首长都请来 我们会针对呃很多委员指教的每一个议题 我们第一个想办法帮他解决 第二可能会给他一些要求 我们希望在法制度没有改变以前 起码我们会把这个过渡阶段 让这个选民的感受哈 服务不要打折 其实真的很多民众把这样的一个身格产生的所有的毛病 真的就是怪罪在中央政府 当初为什么要做这样的一个决策 我觉得这个部分当然站在民意代表的立场 我很清楚 当然为地方来争取 可是我在想其实这里面的模范是应该是板桥啦 板桥过去是最有资格 以他的个人 以他自己的财力 以他自己的所有的先天后天的条件 他可以跟新竹市一样 他可以跟基隆市一样 但是他没有升格 是 他没有升格 所以现在其实最后的也是板桥人啦 所以这一块我们怎么样 怎么样能够 能够就是我觉得真的钱啊 真的不是太大的问题 而是权力的分配 怎么样让他具有权力的人 那基本上他怎么样能够去 做他最好的专业的发挥 好我想委员的意见 我其实都很清楚啦 那五月四五号那个会 当然不是只是一次会 我们会会有一系列的 这个 这个把这些升格后的这些 不管是从市长到区长 我们都会好好跟他们沟通 好好来座谈一下 那最后我想请教部长就是说 您刚刚讲说 希望我们所有的立委能够支持 所谓一个生活圈的概念 是 因为我们知道现在 还没有升格的几个地方 大家都还在 够筋够齐啦 希望就是要升格啦 那我想这个部分 内政部未来可不可以不要那么消极 说你只要符合了多少人口 事实上以桃园来讲 他的人口到现在还是浮动的啊 两百一十几好像 对 两百零一啦 可是您知道吗 那个地方的房价也已经一直在吵啊 没道理耶 对不对 所以很多人问我我都跟他讲说 桃园如果你们要升格的话 请你们三思而后行 千万不要贸然的以为升格可以解决所有的一切 那事实上升格只好到了什么人 我想大家心里都很清楚 所以我想这个部分 好像想好的也没好到啦 所以我想这个部分 是不是请部长在 尤其在区政的这一块 因为民众的第一线接触 其实就是区公所 我知道所以第一个当然是行政区画法 这是一个法源 第二个还是委员指教的啦 光有法没有用啦 太多个问题了 还有最重要的是内容 整个区公所里面的内容 在当时我们认为不是问题的 其实现在就是最大的问题 其实我现在最想做的就是 地方政府职能的提升 是 就是说有了区公所事实上 有了地方政府 他没有能力解决自己的问题 我觉得这是我最想要做的 对 好 谢谢部长 谢谢 谢谢